而美国独立智库做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针对台湾的议题 5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 美国应该鼓励台湾维持现状 而且蛮多是反对说 在台海冲突时派兵导致美中直接战争 交给记者庄凯宇 在总统10月5号所说的主国论 引发各界讨论 是否两岸关系未来会有新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人又是怎么看待两岸关系的 根据美国独立智库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所做的民意调查 超过51%的美国民众认为 台湾应该要维持现状 有36%的人认为台湾要朝向独立 最后最少的就是4%的人 认为台湾要朝向统一 那么现在来看 如果中国大陆已经来对台湾 已经来武力犯台的话 有74%的美国民众认为 应该要空运物资来支援台湾 武器的部分 支援也有59%的认为 应该要支援台湾武器 但是这些支援类的东西 美国人是同意的 如果真正派兵派美军 来协助台湾的人 其实有58%的人 是反对直接协助的 因为可能会造成 整个局势更加混乱 那么来看一下 有42%的人支持承诺 来防卫台湾 再来是将近6成的人 也是支持国际组织 来接纳台湾的 最后也是超过6成的人 挺美台签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以上这些统计资料的 报告纸柄人就统计 他就做出了一些解说 他认为美国人 应该就是想要避免 跟中国直接来有军事上的冲突 而且中国大陆 亲台的威胁 是目前他们所关注的 议题重点 因为这整个战争的影响 会让美国政府推动的政策 有所改变 明天就是国庆日了 国庆大典 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 韩国瑜主动送暖 明天会保留科文哲的席位 再把时间交给凯宇 明天10月10号 就是中华民国113年的国庆日 可以看到 现在邀请谁 还有谁会来 都是外界讨论的重点之一 而且今年的庆筹 庆筹会主委 也就是立法院长 韩国瑜来兼任 由他来举办 那来宾到底会是谁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次最不一样的就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几乎是已经确定 没有办法出席了 因为他现在 因为这个金化成人案子 正在被收押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 去年112年的国庆大典上 柯文哲也是有全程出席的 现在更传出 韩国瑜这次 特别送暖给柯文哲吗 因为他认为 尽管这个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有案再生 还是准备了一个位子给他 而且在这之前 10月5号国庆晚会的时候 也是确定有来邀请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来参加 但是最后是没有参加的 等等再来跟您说明原因 但是我们现在据了解 其实每一次的国庆大典 都会邀请各个党派的主席 这一次邀请民众党 也其实是惯例 但是这次的这个椅子上 并不会填上柯文哲的名字 只会写民众党 就看民众党会不会请代替的人 来参加 刚才所提到 为什么陈佩琪没有去 就是因为他考量 目前他自己身体 各方面的状况 是不适合的 所以最后没有来出席 最后还是婉拒了 韩国瑜的邀约 当天是出席了小草 在北索外面的静坐 抗议司法不公 那么现在民众党确定 是八席立委 全部都会出席国庆 他们的民众党团总召 黄国昌就说了 柯文哲过去也曾经说过 一再跟大家分享 国家利益要放在政党的 和个人利益之上 所以他们认为 出席国庆大典 是应该要做的事 不过因为当天赖总统会到场 所以他们还是会穿着 有标语的上衣 想借此向赖总统 表达相关的诉求 除了政治讯息 赶快来拿起手机扫描 旁边的QR Code 下载TPP 给您最快 最新最及时的新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